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及先锋 我是婉伦 我是钟祥老师 老师 节目首先我们要先请大家 帮我们按赞订阅 拿起手机 追踪钟祥老师的个人频道 老师老师 我们正在台股万九最后一里路 就是因为今天就是有供给叫万九 那现在买哪些个股就很重要了 总不能台股喷出去 丑上的持股没有涨吧 那我们首先我们要如何来留意台股个股呢 好在这里先看一下 订阅按赞分享 老师在这里找股票 每天晚上都很用心 当然有一些同学就在想 老师那个爱普跌到这里到底只跌没有 我跟你讲差不多了 下礼拜我带你做现股冲冲了 好 今天本来要做 结果没有做到 可惜但是有一些同学问我的 我有跟他讲怎么做 那今天在这里 我们昨天买的预创 今天赚一块钱把它抛抛抛一下 不是看坏啊 我们是昨天买今天卖 这个叫隔日抽 那我们今天又买股票 同学 这一张看到没有 有 今天也有股票涨停板 哇 好开心哦 老师你怎么那么厉害 怎么每天都可以找到涨停板 这个盘其实就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买一只股票 待会做一些说明 那买在低点到收盘来说是小赚 那礼拜一会不会涨停板 我也不知道 那不过我们都是低买高出嘛 反正同学都知道嘛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在这里同学看一下 又继续涨 是 万九看到了嘛 对啊万九 那2330台积电又回到700块了 是 对不对 2454的联发科创破断新高 好厉害哦 老师这里面有没有写 有啊 有 联发科我没写没写 写一写就上来就上去了 那我们还有写一只叫8040九阳 今天长停板 九阳神功 九阳神功 你知道这个张无忌吗 哈哈哈 老师你是金庸名 九阳神功我们以前做过了 你看看他是不是长停板 是 九阳神功 今天爆料哎 长停板的隔天不要去追 不要去追 那我们今天有买一只股票 叫做这个丰益 丰益代号几号 丰益代号几号 刚刚有说我确认你 6189 对老师记性好好 6189 来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写丰益 有啊 这里这里 这里有写嘛 丰益 开高放空不补 11点直接拉长停 所以我们昨天 没有啊我们今天趁他拉回的时候买 啊好棒哦 拉回低阶 买在买在这里嘛 买在这里附近的 反正收盘是赚钱的啦 收盘一定是赚钱 那你看一下 这一档股票 是 这个涨停涨停嘛 昨天拉回刚好到五日线嘛 我认为这一档股票过100块 应该是可以期待 嗯 为什么你知道吗 婉论 为什么 因为他一月份 单月就赚了0.7块钱以上 0.7块钱以上 0.7块钱 所以今年要赚10块钱以上是没有问题 他又是AI概念股 赚10块钱以上没问题 所以那如果照这样来说 股价100块也算合理嘛 反正你们记得嘛 50块的股票要涨一倍 就到100嘛 对不对 那今天开高不要追嘛 对不对 老师有血啊 不是叫你开高追啊 像6442已经涨一倍了 对不对 老师血血在100块呢 结果没买 我们血没有带会员买 有一些同学就说 老师不要加你的会员 只要看你这个就可以赚钱了 没有啦 说实在老师找股票 非常孤毛 孤毛 6451的讯心 对不对 也上去了 创新高也不要追 拉为五日线 都不要追 老师在这里有跟你讲 不要叫你不要卖 是 老师在这里跟你讲不要卖 对不对 今天5351的预创 其实也不漂亮 我们今天卖到533 那老师最高535 老师你交的258 因为我怕 我抠535不会成交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535 535也有成交 最高53.5 我们会因为我卖到534的 小赚赚的赚不多啦 那昨天买52块嘛 今天买53块多嘛 赚一块钱也好玩啦 反正就是要让同学赚钱 那不然怎么办 有这样钱的感觉 那你看3443 对不对 是 我有没有跟你讲 1500过 1500过掉先卖一档 回来拼盘再买进嘛 嗯 也是有价差 今天价差多少 不多啦 40块左右而已 那老师 创意会反弹到哪个价位 我告诉你啊 台积电现在要到日本设厂 对 要跟台积电一起去的 这些公司 因为本来世新为什么会涨那么多 你知道 世新我们今天没做 是 世新为什么会涨那么多 因为他把中国大陆的市场在这里 有一部分把它丢掉了 然后他去 他去做欧美的市场 然后又去又去怎样 又去所谓的这个这个 日本 日本台积电设厂 像台积电的相关概念股 老师写很多 今天台积电相关概念股 通通都上去呢 对不对 3131的红硕还涨停 哇好厉害 老师有没有写在里面 有在这里 红硕这里 红硕影刻 红硕还涨停 1560的中沙也大涨 对 对不对 金顶3413也大涨 对不对 所以同学 你就注意这些股票 这些股票不会寂寞 但是你不要每天去追高 那创意的价位反弹 有可能的 我跟你讲 创意下个礼拜 一定会先过1500 我认为今年的创意会过这个高点 所以你就算买到1700的 你放心好了 他两根涨停板就过了 是不是整理8天 12345678 我明白了 就是持股续保 8天嘛 对啊 你如果不懂的话 我告诉你低买高卖 我告诉你他一定会上去 是 他8天 这里也是整理8天 他礼拜一开平就会走高 那如果开高的话 有量 他今天没量 有量就会再冲高 我跟你讲 1500块以下 你就安心 没有什么好怕的 今天说实在 今天你要卖1500块以上 你还卖得到 你不舍不得卖而已 你卖掉再买回来不会 老师我怕卖掉买不回来 那你又怕他会破底 你不是矛盾吗 卖掉再买回来不是很好吗 我们代同学就这样做 就这样做 好 来我们继续看下去 还有台积电要赴日设厂 所以相关的概念股 另外洪康 洪康代号几号 我想不起来 但是老师昨天有讲 还有老师有讲智胜 智胜今天也涨停 智胜代号几号 看一下智胜 看一下智胜 老师下次要把代号写在上面 对 智胜 2467 今天是有涨停 好厉害 智胜 老师 老师涨那么多了还能追吗 要我我是不追了啦 不要追股票比较好 不要追了 哎呀还有还有 嗯 昨天有同学 看光环 三二三四 我说40块以上不要追 老师一直提醒大家 对 他今天 还追吗 没有 他今天因为他有买 嗯 所以他今天41块多 他把它卖掉 哦 他好高兴啊 因为收盘就回到40块 那这一支股票还能不能买 可以 拉回五日线就可以了 好 五日线 五日线 对不对 那昨天在这里 大家诟病的2388的威胜 老师今天不跌了呢 对不对 老师没有抠出啊 老师要看筹码而已啊 嗯 啊 威胜今天还有会员做 做格志冲 昨天买的今天136.5把他出掉 我告诉你出掉也没关系 你买也没关系 先蹲后跳啊 我告诉你啊 对不对 就看礼拜一了 因为他元月的营收是 成长47%嘛 是 他祭报还没有出来嘛 出来以后搞不好就上去 好 大家关心了6531的爱普 有的老师说出光了嘛 对不对 出光了 哎 这个555没有出啊 有会员说老师555没有出好可惜 嗯 那我问你啦 你出了的话 你是不是要买回来 你万一将来再过555 你怎么办 对不对 那将来会不会过555 今天有同学问我 我说今天455以上就先出 440以下又买回来 啊 440以下 对 哎 老师 我40以下买到439跌 我告诉你啊 他 投信的卖压快结束了 我认为 下礼拜一 他会开高走高 啊 所以其实这边就是一个买点啊 这边是买点 440块以下 差不多了啦 你还希望他跌到多少 他很难跌到白色那条线啊 对啊 很难啦 我告诉你啊 他下个礼拜会先挑战470啦 是 所以你不要乱杀啦 那如果不会做当充的 老师抠讯会带 老师会很积极 因为这两天老师就积极了 像譬如说我们今天6189就买进去嘛 对 嗯 哎我们不是开盘价买哦 没有啊 是中间 我们是82块以下买哦 别在买的时候买的 啊买了就赚钱了哦 啊 礼拜一会不会涨停 你看这么大的量 老师这出货量没有什么所谓的出货量啦 我告诉你这叫换手量啊 空单如果没有减少的话 哎 昨天空单空很多嘛 嗯嗯 空单如果没有减少 搞不好礼拜一直接开高走高就拉涨停 哇 哎这种股票拉涨停很快哦 我不骗你哦 对啊 因为公司业绩不错嘛 那现在老师要做比较积极就是啊 我要把会员带带着走 因为是有的会员说 老师我们这个冲头看到尾 涨也没有 跌也不卖 涨也不卖 跌也不卖 老师这样不行 所以3443的创意 我们连续两天啊 昨天卖在1500以上 买在1465 今天又卖在1500以上 1465又买回来 两天都有操作 两天都有操作 啊 我们没办法有赚钱的感觉 对 家伙员想说 对6531的爱普 对不对 今天455啊 你要卖就先卖一趟 不是 我告诉你你有10张 你拿5张来做当抽 先卖后买 我跟你讲 同学 什么叫先卖后买 因为你手上有股票 你把它卖掉再买回来 对不对 价差如果15块 15块代表说一张 你就有15000 会这个价差的钱 会到你的户头 我们不是放空哦 我们是卖掉再买回来 那有时候呢 先买后卖 譬如说 这一天我们就是先买后卖 对 先买后卖 这一天就是先买后卖 对不对 这一天就是先买后卖 这里就要先卖后买 黑K嘛 那老师下礼拜一 下礼拜一先买后卖 我跟你讲下礼拜一 如果开太高就不要先买 嗯 老师有说过不要用开盘价去刮 对不要用开盘价去买股票 特别提醒股票 你看这一支股票 是 你开盘价去买你 你又受伤了 受伤对 对 那你如果开盘价之上 对不对 454455一定卖得到 455卖掉440买回来 不要不漂亮 是肯定的啊 对肯定漂亮 对不对 3443对不对 开盘价也不需要做 你开盘价去追 你今天又套牢了嘛 对 那开盘价以上 开盘价1495嘛 对不对 1,500以上一定卖得到 因为最高1510嘛 对 卖掉又1460 1465再买回来嘛 对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就这样做啊 那你来 来回做价差 你来带我 老师下礼拜一 我真的 我今天没有带会员做App 抠讯没有 但是因为我会员很多 有一些清代的 都有老师的电话 嗯 你我告诉你啦 你去参加哲哲也好 参加嘎嘎也好 参加任何一个老师啦 我告诉你啦 他不会带你做了 他只会说不要追高 不要杀低 不要追高 不要杀低 对不对 那老师 很想带大家进去 都会回答 中央老师 你看我们昨天讲的8040 九阳神工 张无忌 有没有掌听板 有掌听板咯 恭喜 6189 我们今天真的有带会员 来老师 我们还在这里 好的价位喔 不是 老师 我们还在这里 不对 老师 我们还在这里 对 礼拜一呢 礼拜一 我告诉你 今天三万张 我跟你保证 三万张今天有两万张是当抽 一定的啦 不然你加入我的tack 我告诉你 有几张是当抽 好 然后礼拜一 他的开盘价应该开多少 大家记得加入 会不会涨停板 我会跟你讲 是 好不好 那在这里操作就是这样 那金利科 金利科昨天拉很高 你看今天就下来 很奇怪 金利科涨 威胜就跌 为什么 金利科跌 威胜就涨 他们是反 没有 因为他们同样是做X86 那市场的资金只有一套 当然要去拉金利科的时候 威胜在这里就会休息 那这样的话 如果想要威胜越涨越高 那金利科就要跌越 对 金利科这一天跌停板 对不对 对 这一根跌停板再冲上去 你不要再追了 这个已经有一点败向 因为主力已经撤出来了 那金利科跌 威胜就会涨 所以你们就看着好了 威胜我们当初买在80几块 卖在150块 买在100块 卖在120块 当冲注冲一下 买在120几块 卖在180几块 我们后来在这里来说 我们最近 威胜会员都有在买 那买的比较高的价位 是买到大概140几 没关系 140几 一根涨停板就回来了 看一下 今天收盘134 如果140几 礼拜一涨停板的话 就147了 13 对不对 147 对不对 所以操作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会带会员 更积极的操作 因为你有缴会费 对不对 老师就带 老师先把筹码找好 才有办法带你 不然那么多只股票怎么做 对不对 所以股票你要先设定好 像譬如说老师昨天晚上 你看找得多辛苦 老师想到几点 感觉好晚 想到12点多 12点多 每天当分析是很辛苦 而且晚上很久 说要开到美股 中小老师是负责任 那别的分析师是很轻松 因为他从来不看筹码 他隔天他就凭他的感觉去做股票 就跌到季线就买 同学哪有股票这样做的 如果每个我告诉你 我那一天 那天网路上有一个笑话 路边有一个乞丐 结果有一个投资人 就拿着那个手机 这五日线买点 月线买点 季线买点 谈到这个季线就要卖 葛兰币八大法则 结果你让那乞丐回头看一下 我教你 我教你 112358 我再教你 你股票懂得比我还多 结果他说 对了 我就是懂太多了 所以现在变乞丐 对啊 所以同学真的懂太多 我问你 你昨天晚 你昨天看得出来 九阳神功要涨吗 看不出来 你看不出来嘛 对不对 你在这里知道 九阳神功要涨吗 对不对 你不知道嘛 对不对 3234的光环 当初在底部的时候 没有人介绍的时候 我告诉你 这次股票会涨 你相信我吗 那个时候 大家都只会害怕 大家都会想 老师我套牢了 要不要出 我说不要出 不要出 我说会到40块 对 对不对 我是20几块我就讲会到40块 然后老师对啦 这里这里守住连线翻多了 你当你想买的时候 是涨停涨停涨停 你买不到 就买不到咯 对 对 对股票就是这样 就这么迷人 对不对 就这么迷人 这有时候感觉 对不对 像很喜欢的时候 其实是要按耐心的 像6442 对不对 对 你来不及下单就涨停涨停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股票找好就一定要买 好 所以我们今天买了 逢意 逢意 我们今天买了 以后老师会做更积极 你看 老师讲3413 金顶会涨 他就涨停板 是 老师讲3131 红硕 今天就涨停 哇 老师又涨停涨停 其实红硕可以当抽 他没有融资融券 但是他可以当抽 因为要到日本设厂 你懂吗 台积电到日本设厂 我告诉你 你现在不要跟我谈 那个NVIDIA概念股 回答概念股 回答概念股3231 今天又是开高走低 你昨天追又受伤 今天追又受伤 每天追 每天受伤 2382的广达 对不对 你今天追又受伤 昨天我才告诉你 2376的技嘉 你昨天追受伤 你今天追又受伤 你每天都要受伤 那怎么办 对不对 6531的爱普 你每天追就受伤 当你不敢买的时候 他就拉涨停 所以同学跟着我做 在这里订阅按赞分享 我带你做 我就有本事带你赚钱 好 谢谢东湘老师 薛瑞晨就会分享 也别忘了按赞订阅 对东湘老师 好 谢谢 我们备舞节目 下回再会 拜拜 拜拜 本公司已往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至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判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